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学生的教科书都是选篇选章的 就是说里面只是选一部分来上课 并不是全部把它给教完 也就是说各位三百本书说实话 你没有一本书是真正读完的 可是我们会跟大家讨论一个很正确的观念 与其三百本书没有一本读完 不如把一本书读三百遍 我们再来说一次 三百本书都没有一本读完 不如把一本书读三百遍 各位看到这个句子叫 she is a student 这是好简单的那个句子 到了底下呢 我们就看到一个好像比较长的句子 那么各位 如果你发现你的长的句子 看起来辛苦 看起来不是很快能够明白 其实你的问题并不是在这个后面的句子 而是根本从基本的句子 你就有问题 因为这个机缘的句型 跟这个后面这个长长所谓复杂的句子 是一样的东西 那各位我们就来证明给大家看一下 she is a student 他是一个学生 这就是我们教导的一二三 主词动词接受动作的字 就是英文的最基本的三个单位 叫做前三 she is a student 现在呢 我们就开始加油添醋 用这些红颜色的字 这些字叫形容词 来形容这个学生 请各位看一下 这时候你就发觉了 she is a great student 他是一个很棒的学生 这是一个单字 great放在学生的前面 这叫形容词 she is a student with glasses 这个with glasses 就叫做戴着眼镜 介系词加名词 介系词加名词就成为一个片语 放在student的后面来形容这个学生 他是一个戴着眼镜的一个学生 咱们再往下看 she is a student who或者是that I like 这个who或者是that 就是指着前面这个学生 所以我们在六个符号 这个who叫做一个手 手呢指着这个学生 带出一个子句 主词跟动词 他是一个我喜欢的 这么样子的一个学生 who I like 这个在英文称之为一个子句 子句 有两种形态 请各位看这第二种 she is a student who studies heart 这个时候的who 指着前面这个学生 后面直接带动词出来 这个直接带动词的就是第二种的子句 那么这个who啊 不但担任这个子句带出来的手 同时也担任这个子句里的主词 study就是动词 可是这个地方呢 这里有主词 这里有动词 所以这个who就是单纯的一个手 所以我们在英文也可以被省略 所以各位看到的句子 常常就是这样子了 she is a student I like 他是一个我喜欢的学生 现在我们再看到刚才这种 who studies heart 那这个who不但担任子句的这个手 带出子句 也担任子句的主词 study是动词 所以这个who呢 既然担任主词 就不可以被省略 可是这种句型呢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所谓的分词句构 就是把who这个主词拿掉 studies也拿掉 然后找一个带换的一个东西 变成了分词 就变成了studying heart 那么各位看到这个studying heart 一样是后面翻译前面 他是一个用功读书的这个学生 就跟这个子句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who studies heart 那么各位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英文的基本 你不但要懂 而且要倒背如流 而且要不瞎思索的 就能够说得出来 反射出来 听得懂 那么各位把这四个例句 你一定要养成好习惯 念念念 这就是我们说的一本书读 三百遍 你把它读得很熟很熟的时候 各位看到这一个 我刚才讲的最后一个例子 she's a student studying heart 那么我们就可以举一反三了 各位所有其他的句子 通通都是这一套英文思考的一个所谓的变换而已 都是一样的 英文的字啊 变来变去 可是它文法结构一定是一模一样的 there are 有呢 quite a number 就是相当多的数量的of a local residence residence就是所谓的居民 当地的居民 好 各位看到居民 就像看到student一样 这个student后面是不是来一个ving的现在分词 同样的这个地方的residence 后面是不是来一个riding 这个骑摩托车的骑的现在分词 我们立刻就要有后面翻译前面的感觉 所以刚才是读书用工的学生 那现在呢 是骑摩托车去上班的这样子的一个什么居民 当地的居民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 我们再看一遍 there are a quite a number of local residents 有相当数量的一些当地的居民 什么样的居民呢 他们是riding motorcycles to work 是骑着摩托车去上班的 所以各位我们再回到刚才的观念 一本书读三百遍 把每一个句子 尤其是基本的句子弄到滚瓜烂熟 将来呢 一下子就能够反映出去 可是相反的各位 三百本书 你没有一本读完 表面上看起来 你有很多的资料 你有很多的这个 呃 英文的这些资源 其实呢 你根本就没有完完整整的把它给学进去 所以刚才的例子就看得出来 你把一本书真的读三百遍 其实你的英文才能够真正学好学通啊 同样的呢 我们就来谈到 现在呢 我们的这个电脑啊 多媒体网络非常的发达 所以现在呢 就有这些所谓网络上的这些 这些多媒体的教材 可是这些资料呢 真的是多到这个目不暇击啊 真的是这个琳琅满目 真的太多了 表面上看起来真好啊 这里面资料这么丰富 这么的完整 可是问题是各位 你根本看不完 看不完还好啊 你甚至找不到 呃 常常就会发生这样的现象 有学生来问我说 哎 老师这个句子是什么意思 我说在哪里 你拿给我看 他就把手机开始滑了 滑半天呢 我在那边等他 等半天 他居然找不到 真的是叫做 你乙区在那边找 你为什么不把那个时间来念英文呢 好 那各位 我们要怎么办呢 这就是我刚说的 乙区 因为你在那边找来找去 你为什么不把你原来在书本上很简单的一些这个句子 把它所谓念到滚瓜烂熟呢 好 比如说各位看到这个句子是你在一本书里面 就这一本书里面 这个有看到的句子 好 那基本上我们会加上所谓的六个符号分析 你在念的时候要先懂 懂了 再来反复念诵 这个地方我们省略了最前面的主词叫做you 我们还记得吗 一一二三一定要先有主词 所以you take you省掉之后呢 take变成原型动词 你要服用呢 the medicine 这个药品啊 你要吃这个药 three times 三遍呢 a week 这个一个礼拜吃三次啊 那么然后呢 you will feel 你就会感觉到 你就会感觉到怎么样子呢 你就会感觉到better 感觉到这个比较好了 some 很快的就会感觉到好了 好 那么各位 这就是我们的英文的句子 你看过了 看过之后呢 反复反复的这个来练习 take the medicine three times a week you will feel better soon 好 这就像我刚才说的 各位一定觉得很奇怪 老师我就背这句 我就把这一个句子念到 滚瓜烂熟 那下一个句子我就看 我又没有看过的 我就看不懂了 各位我们说过了 英文的智慧不一样 可是英文的结构 一定是一模一样的 绝对不会有例外的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下面 这个新闻报道 这是台湾最近发生了 一件不幸的事情 就是一个 这一个游乐园发生火灾啊 结果烧伤了好多人 甚至烧死了人 这是我们看到这个句子 又是你所谓的新的句子 叫秘密 麻麻的 又看到每个东西都是新的 你所谓的新的 对我来讲都一样 我们一样的把它加上六个符号 各位你记不记得 我们刚才看了连续几个句子 一 二 三 每个句子都没有变 都是一定的一个程序 那我们看到这个八仙 这个海岸的这个乐园呢 也是一样的道理啊 各位你看到的 The Formosafone Coast Blast 这个blast这个单字呢 就叫做我们的爆炸 blast 它这个发生了一个爆炸 发生火灾啊 这个 它的这个爆炸 on Saturday night 在星期六的晚上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主词 一 然后clan呢 clan的在这个地方呢 就叫做宣告了 造成宣告了 It's a second fatality Fatality 这个生字呢 就叫做死亡 Fatality Fatality 就是死亡的这个案子 例子 after在什么事情之后呢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副词子句 一个子句的手带出来 A male college student 一个这个男性的大学生 这是子句里面 各位刚才还记得我说过 子句里面 不一样有一个所谓的主词 一个动词吗 好 那各位子句里面 有主词有动词 这个A male college student 就是一个主词 它的动词在这里 叫做die的 叫做死亡了 什么时候死亡的呢 early yesterday morning 就在昨天的这个 早上清晨的时候呢 死亡了 那么这是第二个 很不幸的死亡的这个 这个人 那么这个时候 各位看到 who who 就是刚才这个地方的 完完全全一样的 这种形态的变形 who 指的这个学生 他是一个用功读书的学生 那么这个college student 这个男生的大学生呢 who who 指的这个大学生呢 他sustained sustained 在这个地方就是承受 sustained 过去式加了ed sustained burns就是烧伤 烧伤 to more than 95% 高达这个超过95%的这个面积啊 of his body 他的身体呢 超过95% 这个烧伤 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很不幸 他就这个 在这个 这个昨天的早上呢 就宣告死亡 这是一个很不幸的 一个事情 我们在此呢 也这个怀着沉痛的心情 来调文这件事情 不幸的死伤者 那各位 这个我们看到这样子的英文 你以为 他又是一个 完完全全新的一个句子 可是 如果你的英文底子打好了 他根本就是同样的句子 只是换了不同的单字而已 何难知有呢 所以为什么 我们说 你看了一大堆的资料 甚至你根本看不完 甚至你根本找不到 你何不利用这个时间 把这个句子 好好地念得滚瓜烂熟 当你发觉你滚瓜烂熟之后 到了别的句子之后 你只是需要把这个单字查一查 了解一下 甚至从上下文 就可以猜出这个单字 你的文章就能够看得 非常的流畅 而且各位六个符号英文法 就是叫各位念念念 念出口来 所以你会发觉 你读这些文章 你也会跟着念 念完你就能够比较容易记忆 记忆完毕之后 你自然就能够肚子里有祸 有墨水 你自然就能够运用的出来了 再来我们就看到第三点 我们的好多的学生 在学校里学英文 他一定有一大堆的作业 可是各位 这又是一大堆的问题 好多好多的题目 比如说各位看到这样子的一个题目 好熟悉哦 就是我们的考试 考出来的这种题目 不断的要同学回去反复的做 这时候同学呢 就回去了 他的这个思考呢 他就必须要选出A B C D 把这个答案把它填进去 好 那么这个答案呢 我们看这个题目叫做 The students home 就是一二三 这里当然就是个动词 他们回家了 怎么样的回家呢 In despair 就失望的回家了 After 带出一个词句出来 After they learned 当他们知道 Learn本来叫做学习 这里也可以翻成知道了 Their value 他们的失败 他们比如说没有考上啦 等等的 他们很难过 所以他们就很失望的就回家了 这个动词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本来是现在是叫go 过去是呢 就叫做went 所以很简单 The students Went home 可是各位 这个很简单的东西 The students went home 在学生 在学习者的思考 他不是这样子的哦 他不是The students went home 他记忆的 只是Be 他选的是个Be 他这里是个Be 对他来讲 这句话不重要 重要的是Be 这个Be字对他来讲 是非常重要 所以好多的学生 学完你的英文 你会发现 你的脑中的英文是A 还是B 还是C 还是D 那么你与其做这么多的作业 你为什么不直接念呢 各位 The students went home 你念他个几十遍 你不就很熟了吗 你这个文法 不就深深地 磕在你的脑海之中吗 可是我不晓得 看过多少学生 好考试考好了 你也会选啊 可是等到他一说话 一写作文呢 The students go home 奇怪了 你刚才不是做对了吗 这个要过去式啊 发生过的事情 当然是过去式啊 你怎么还是 Students go home呢 你怎么好像跟 没有学过的人一样呢 那很简单呢 因为他从来 不直接念这个句子 他学到的 都是支离破碎的 这种ABC 这几个所谓的 这个抽象的观念而已 所以一大堆作业 为什么不如 直接地来念 念念念 念完了 才有完整的 这个印象跟记忆 才能够有完整的句子 才能够说出来 绝对不会在你 真实的生活当中 只是问你 这个答案叫做B 对不对 真实的生活 是不是都要整句的呢 我们也把这整句 再念一遍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念 而不是做一大堆的 纸上作业 The students went home in despair after they learned their value 再来我们就是要谈到 一次缴好多钱啊 看广告买希望 各位这又是一个 一大堆的观念 看到广告呢 这个广告当然是很吸引人的 所以就一次缴了好多钱 因为缴了好多钱 就有一个希望了 这个希望 其实是一个非常抽象的观念 其实做任何的学习 做任何的工作跟事业 都要得按部纠班 脚踏实地 一步一步的来的 不可能只有一个希望 就可以达成的 而且我们看到这几年来 不断不断的 这个看到有一些广告 或者是一些很这个活动 就希望大家能够缴好多的钱 因为你只要缴钱 就有希望了 可是呢 发觉过一段时间 这个希望破灭了 这个广告也没有了 怎么过几天 又来一个新的广告 又一个新的单位 又来请大家缴好多钱 来买这个希望呢 所以很可惜啊 缴了很多钱 你买到的 还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希望 所以到底要怎么做呢 我们要学习古人的这种精神 就是首读唐诗三百首 不会做诗也会赢 这是真话 学英文也是一样的道理 把同样的东西读三百遍 你的英文绝对不会差到什么地方去的 我们就随便的看这两个例句 there are six people in my family 有啊 有就是主词动词 一二加上三 有六个人 in my family 在我们家有六个人 好简单啊 there are six people in my family 好各位 你试试看 随便找几个朋友 英文学的这一个非常多了 考试考的非常多的 叫他很快的流利的讲出这句话出来 你们家几个人啊 那很简单啊 there are six people in my family 这样子一口流利的英文 很少朋友能够办得到的 尽管你花了好多时间学英文 为什么 各位 一口流利的英文 绝对在于 你要念三百遍之后 你才有办法 真正的把英文给学到 一口流利的英文 我们再来看这第二句 never will i give up 这是比较难的句子 这叫做导装句 本来是i will never give up 反过来就是never will i give up 把never调到前面去强调 这个就变成了 我绝对不会放弃 never will i give up learning english 放弃学习英文 halfway 在半途就放弃了 我绝不干这个事 我会坚持到底 各位学好了吧 no 你绝对没有学好 你只是学懂了 你并不是学会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反复的念诵它 never will i give up learning english 这个英文 halfway 半途绝不放弃 再念 never will i give up learning english halfway 念到你想都不要想为止 这时候的英文才叫做会 会了你才能够反射去运用 能够听得懂 能够自己来这个说 或是自己来写出来 所以各位 一口流利的英文 一个真正的英文实力 是在于你念了三百遍之后 所以英文的基础 第一个绝对就是一个文法结构 把文法真正弄懂 文法就是外国人的思考 然后把这个思考真正的放到句子里面去印证 把一本阅读 好好的几面的句子 念它三百遍 唯有这样子之后 你才能够学到一口流利的英文 那么我们推荐六个符号英文法 在我们的教材里面 这个韩寿教材里面 里面一定有一本文法 每一集的文法 当然字不一样 可是文法结构 刚才就报告过了 完全一模一样 所以认认真真地把英文的思考架构 全部弄懂 弄懂之后去印证 找一本这个我们的 这个韩寿理的阅读的书 好好的把里面的文章弄懂 弄明白反复念诵 你才能够一通全通 一通全通 所以学英文很简单 你一定学的东西是很简单的 我们刚才教大家一二三 然后加上一些东西 英文的复杂句子就懂了 然后反复开口练习 你的听说读写都能够通 而且因为你不断地开口练习 你的反应就会快 因为你天天都在练 所以你胆子一定很大 因为你会很熟悉 所以学而能用 而且能够敢用 所以我们会建议各位 先读好六个符号英文法 以后你再去做什么 再去看别的书 再去看别的杂志 甚至用电脑的教材 上学习的这个课程 都会很好用 因为你的基础已经好了 你再去学什么东西 都会非常的快 所以六个符号 其实就是学习 或者是考试 跟运用各种英文的步骤一 中文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李宗盛 字幕提供 李宗盛 让你 Bobb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